早安呀,现在开始做早餐 今天早上呢,做一个年糕汤 再做一个土豆饼 年糕是昨天在韩超买的 它里面有三种颜色 白的就是普通的 黄色的是南瓜口味的 绿色的是一种植物吧 好像中文叫凝麻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今天年糕汤的汤底用的是 昨天晚上剩下的猪骨汤 就很简单,把年糕放入猪骨汤里面 出锅的时候放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那土豆饼 土豆饼用两个白土豆 然后加一根小的胡萝卜 不加胡萝卜也是可以的 打入一个鸡蛋 再少量的面粉 土豆和胡萝卜都去皮 我先弄一个土豆 不知道会不会太多两个土豆 然后我会用这一面来泡土豆 好像一个也挺多的 那就用一个吧 然后胡萝卜呢 我用更加细一点的一面 然后切一点葱花 剩余的一些 到会儿放年糕汤里面 打入一个鸡蛋 少量的面粉 加入盐 一些些的水 不要做得很稀哦 调一个面糊 再加些许的面粉 刚才有点少 一些水 那差不多就做成这个厚度 是以土豆为主的土豆饼 面粉我加的很少 而且这个面糊弄得稠一点 汤锅里面猪骨汤煮开之后呢 就倒入年糕 接着呢就是放入盐 然后盖上锅盖继续煮 年糕熟了就可以了 这个就很简单 平底锅里面加油 不用加很多 那油烧热之后呢 就加入这个土豆面糊 我今天做小吃的 翻面 小面都金黄 之后呢就可以出锅了 土豆饼也做好了 现在呢把这个年糕盛一下 年糕我特意是提前做 这样的话可以冷却一下 否则这天吃太热了 然后再撒一些葱花 那今天的早餐呢 就完成了鸡蛋土豆饼 然后这个猪骨年糕汤 这个应该算三彩猪骨年糕汤 那我们吃早餐啦 现在开始做午餐 今天的午餐呢就做一人份的 给胖哥做 因为我吃不下 早上吃的还挺多的 给他做一个快手的亲子饭 用到的是这个鸡腿肉 鸡腿肉用一块或者是一块半吧 洋葱 两个鸡蛋 葱 然后这个呢是日式的高汤 我已经做好了 其实很简单 用昆布加这个牧鱼须 就能做一个简单的这种海鲜高汤 然后用到这个日式酱油 没有日式酱油的话 用普通的生抽也是可以的 还会要一些米酒 但是我们家没有这个日式的米酒 所以我就用上次买的那个白葡萄酒代替 因为用量很少嘛 把鸡肉呢先切小块 但不用切成非常迷迷的那种 用了一块半的这个鸡腿肉 用半个洋葱 把洋葱切成细条 切一点葱 葱可以斜着切 在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打一下蛋 但是不要打得很碎 就稍微的打一下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拿一个这种小的平底锅 就是适合一人份 或者是两人份的平底锅 然后在里面加入高汤 加入酱油 一些些的米酒 我用的是葡萄酒啦 放入洋葱 然后鸡块 盖上锅盖 因为我没有这种小的锅盖 所以我就用那个炒锅的锅盖 那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呢 里面的食材都熟了 这个时候呢我就加入蛋液 做这个清紫饭一定要用鸡腿肉哦 因为鸡腿肉比较嫩滑一点 放上葱 这个蛋呢不要煮到全熟的时候 可以煮到半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 我今天酱油放了稍微有些多 所以就是颜色有些深了 如果你是少量的话 后面不要忘了加些盐 煮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移到饭上 就是一定要用一个小锅 这样移动起来就比较的轻松 那吃的时候呢可以放一些香菜 我觉得我今天酱油有点放的多了 而且这个日式酱油颜色还挺深的 如果放的少一点会更加的好看这个颜色 就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这个就是胖哥今天中午一人的午餐 亲子饭真的是非常的快手 其实之前煮那个高汤也是很快手 因为那个高汤不需要熬太久 差不多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做成了 那他就开始吃饭啦 现在开始做晚餐 今天的晚餐呢做一个西班牙海鲜饭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这个了 我用到的海鲜是这三种 小的scallop就是那个袋子 这个是Trader Joe's买的冷冻的 把它解冻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种小的挺适合做西班牙海鲜饭或者是炒饭 然后这个是clam 我本来想买muscle的 但是muscle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买的是clam 然后买了四只老虎虾 这个虾挺大的 就和我的手差不多大 当然如果用小的虾也是可以的 然后其他的食材呢是用到半个红椒半个洋葱 蒜泥蒜泥我今天用现成的 这边有这个黑胡椒和smoked paprika 会用到这个 这个是就是现成的鸡汤 你可以用鱼汤啊或者是猪虎汤什么的都可以 实在没有这种高汤就用清水 那接着呢和大家说一下做西班牙海鲜饭用到的米 米呢你最好用就是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产的 比如说这个Aboria Rice 这个是意大利产的这种米 然后这个这个是Bomba 它是最正宗的做西班牙海鲜饭的米 除了米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 就是藏红花 那藏红花呢通常在这边的话 有西班牙产的 那也有伊朗产的 那做西班牙海鲜饭呢最好买这个西班牙产的 这个店里面就挺难买的 我是在Amazon买的 它这个是两克一小盒 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质量就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这个藏红花下面没有那个 带白根或者是黄根的 因为带白根或者是黄根的 那一部分其实它是没有任何香料作用的 只有红的这一段才会有香气 就是因为藏红花也挺贵的 所以你一次不需要买很多 做饭的话只要一些些就可以了 说完食材呢我再和大家说一下 它做西班牙海鲜饭用到的工具 它可以买这种专门做西班牙海鲜饭的 就是Pen 这种呢就是比较浅的是没有盖的 就像餐厅里面吃那个西班牙海鲜饭的工具一样 今天呢我就是用这个铸铁锅来做 这个就是比较扁扁圆圆的一款铸铁锅 其实这个容量也挺大的 足够做这个海鲜饭了 而且它是有锅盖的 我刚才还忘了说两种食材了 这个是海盐 如果你没有海盐的话就用普通的盐代替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这个是番茄酱 但它呢不是那种带有甜度的 我们平时蘸薯条用的番茄酱 就是纯番茄味的番茄酱 我建议用这种sauce 不要用那种paste 因为paste它是比较厚的 你还要把它调开 然后需要三颗蒜的量 它这个一小方块就是一颗蒜 浸完之后先放一个碗里备用 它有些多啊 然后呢取半个红椒 同样呢把红椒切丁 接着呢准备二分之一杯左右的这个番茄酱 这个一罐小的是8盎司 那二分之一杯差不多就是4盎司 用这个的一半 它这个打开是这样子的 它看上去很像番茄酱 但是它没有番茄酱的甜味 这个米我买来也没有用过 那我们取一杯左右的米 我把它放在这个兜里面稍微冲洗一下 不需要浸泡哦 准备二到二又二分之一杯的鸡汤 或者是任何的高汤都可以 现在这个量是2盎司 然后再稍微多一点好了 OK 那我差不多所有的食材呢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那开火加热这个锅子 在锅里面加油 先多加一点 接着呢加入少量的这个海盐 油热了之后呢把这个袋子放入 然后这个袋子炒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它捞出 接着呢加入这个蒜泥 洋葱 红椒 放入二分之一杯左右的这个番茄酱 一半差不多 一些这个smoked paprika 黑胡椒 再加入一些海盐 海盐的咸分比较高 所以不建议放很多 接着呢重新放回我们的这个袋子 加入准备好的高汤 加入清洗过的米 然后少许的葬红花 不要放很多 把这个米弄均匀了 调至大火 让它烧开 现在这个汤汁呢已经开了 通常情况下不会用锅盖盖 盖着煮这个米 但是我不喜欢吃那种夹生口感的 西班牙海鲜饭 所以呢我还是会把盖盖上 把火稍微调小一点来煮这个米 那差不多十分钟之后呢 现在这个饭呢就是 汤汁还没有收干 准备把这个海鲜给放上 这个虾还挺大的 所以我就知道是怎么放 这个呢放入蛤蜊 就位子的话就随便放 因为这个虾比较大 所以我就再盖上锅 让它煮一会儿 天一下子变暗了 好像要下雨了 现在这个汤汁呢差不多已经收干了 我会最后开大火 让它完全收干 我觉得我放这个海鲜 已经多到饭都看不见了 都被压在下面 那我之后呢 上面可以放一些这个香菜 或者是欧芹 要下雨了一下子变得好暗哦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西班牙海鲜饭 其实我在做西班牙海鲜饭之前 还弄了个蟹 但是我不好意思拍 我觉得今天我们家的菜实在是太多了 吃完这一顿应该是胆固醇过高了吧 就做了一个葱姜蟹 这个是用温哥华大蟹做的 那我们就吃晚餐啦 那我们就吃晚餐啦 就说我们下午餐了 再给你一些形象 感谢采用 你能帮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